大家好,这里是一毫米足迹 跟随着转经人的脚步 在八阔街转了一圈后 我们来到了西侧的大昭寺正门 它与我们内地的寺院不同 是一座坐东朝西的寺院 可能是为了面向佛祖发源的地方 大昭寺的正门外 原本是一个广场 很多当地人会提上一壶酥油茶 在这里一座 就是半天 但是现在正在施工 广场被圈上了 我们只能通过旁边的小路绕过去 著名的大昭寺是藏传佛教中 地位最高的寺院 就在拉萨市的正中心 有个说法是 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 大昭寺始建于公元六四七年 吐蕃王朝最鼎盛的时期 关于大昭寺的新建过程 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据说当时的拉萨 还是一片荒原 藏王松赞干部的王妃 齿尊公主 想修建一座寺庙 供奉她从家乡 尼泊尔带来的 释迦摩尼佛祖的八岁等身像 松赞干部摘下手上的戒指 向远方抛去 戒指落下的位置 就是今天大昭寺大昭寺的所在地 可是尺尊公主修建寺庙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怪事 明明白天建好的寺院 到了晚上就莫名其妙地倒塌了 而且天天如此 正在宫城停滞不前的时候 文成公主从东土大唐远嫁而来 齿尊公主听说文成公主 懂得阴阳八卦 就来求助于她 文成公主在山式地貌中看出 这里是一个魔女的心脏 想要在这儿建庙 需要先打入十二根钉 定住魔女的心脏 而这十二根钉 就是现在大昭寺 承重的十二根顶梁柱 最后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 大昭寺终于建成了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大昭寺的门票是八十五块钱 公主们会怎么想 而且大殿里不允许拍摄 因为西藏的佛教氛围非常浓厚 对于当地人来说 用手指指佛像 或在大殿里拍摄 都是非常不静的 有时还会直接没收你的设备 所以大家来西藏游玩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逛完大昭寺 顺道去看看小昭寺 就在大昭寺北边七百米的地方 步行十分钟就到 小昭寺实在是太小了 二十元的门票 一进门就看到了庭院前的大殿 里里外外十多分钟就转完了 小昭寺是文成公主提议修建的 所以规制与大昭寺不同 寺庙坐西朝东 面朝东土大堂 也许是文成公主真的想家了 关注一毫米足迹 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